到處都是新型冠狀病毒的資訊 真是難分真假 有人說上飛機要全身 有人說喝酒可以殺菌 有得問米卡古 不如由醫生幫你拆解迷思 上飛機要不需要全身 浴帽、膠袖套、魚褲、google、口罩、戴齊 我認為不需要 大家知道這個感染 主要透過飛沫傳播和接觸傳播 最重要是在不吃飲水時 戴口罩和接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飛機有很多共用的設施 表面有機會依附病毒 最重要是不要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 沒有接手之下碰自己的口鼻 這才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網傳很多健康食品 可以抗流感、維他命C、紅茶菌、益生菌 究竟應該吃哪種? 吃得多會不會中毒? 很多保健產品 可能是一些西藥或中藥的成分 都可能對免疫系統改善 在成分方面的確有它的道理 有它的作用 不過我們沒有找到一些比較系統性的研究 哪些長期服用 一定對於傳染病有幫助 就算我們最認知最多的維他命C 其實真的要很定期服用一段長時間才有少少作用 例如我們臨急抱佛腳 先來吃維他命C 不舒服那天 其實就未必有很大的作用 不可以出街打邊爐 那家裏可以不可以呢? Hot Toadie可以殺菌 喝其他酒可以不可以呢? 打邊爐沒有問題的 因為打邊爐不屬於一個 可以冒化感染源頭的醫療程序 所以打邊爐本身沒有問題 打邊爐的問題是聚在一起 例如聊天、吃飯 那你回到家 你說打邊爐可以不可以呢? 我猜的情況就等於你回家吃飯 可以不可以的道理 我們自己評估的風險 例如你家人會否有機會接觸那些 確診或者懷疑的病患者 要這樣的方向去想 走症方面 醫生的角度就不會建議 作為一個預防疾病的其中一個方法 任何用途都是 聽完醫生說 是不是清楚了? 看完另一條片 看它如何拆解更多抗疫迷思